原始点用于无痛分娩和肠后恢复案例 每一两天会帮我按推不适的部位 生产的当天早上4点 症痛开始了5分钟一次 每次大约持续1分钟左右 吃早餐前先生又为我侧身按推了一遍 见椎和下背部原始点 前往医院的路上 我感到症痛在边块 我一直用凉水带来温敷 6点45到达医院后 换上病号服 非常的薄 房间里也很冷 家人将两个加热暖垫 放在了我的间椎和下背部原始点 温度开到了最高 我也把外套盖在身上保暖 并将病房内的空调温度调高 不时来检查 宫口已经开了7指 而我只有大约2到3的痛感 不时和家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等来开宫口的阵痛间隙 先生一直在为我按推 间椎和下背部 阵痛都会感到缓解 我不间断的温敷和按推 并且小口饮浆汤 在早上9点左右 阵痛达到2分钟的频次 痛感大约4到5 先生继续帮我按推 我还可以回答护士的各种问题 这是内检 宫口已经开到了9指 胎儿头胃很正 胎心有力 我很有信心 心情也很平静 9点40左右 疼痛加剧 我不想说话 也不想接受按推了 只有靠温敷和调整呼吸 来接受疼痛 描述痛感有7到8级 时间又过去20分钟 痛感继续上升 内检9点5指 痛感为9 10点20左右 宫口全开 医生进行了人工破水 10点32开始 护士教我如何用力 因为我一直在温敷身体 身体非常温暖也很有力 11分钟后 宝宝就出生了 他身体结实有力 皮肤红红的 非常健康 宝宝出生后 我已经可以自己下床 慢慢走动 因为没有用麻醉剂 含尿也很顺利 撕裂的伤口 在温敷时不感到痛 所以我拒绝了 护士提供的止痛药和止痛喷雾 从产房转到病房后 我几乎24小时都在温敷 大量的排汗 排尿很顺利 伤口只有在上厕所时会感到一些痛 出院的那天 护士检查后告诉我和家人 我的子宫下降程度比平均情况多了三只 这在他当护士20多年来 非常的罕见 出院后 第五天下来之前 中部有胀痛 先生为我按推了肩部和肩胛骨内侧的原始点 都非常痛 按推之后 胀痛马上有缓解 按推之后 用卵宝宝贴在原始点处 保持24小时温敷了几天 每次都是这样的护理 三五天内都可以恢复健康 根据原始点的理论 月子餐是用姜 胡椒粉和辣椒调味的食物 和姜汤 使全大补汤和浓参汤 没有发生便秘的情况 宝宝吃奶之后也没有不良的反应 到现在2018年6月 宝宝已经9个月了 我的身体也已经恢复到了 怀孕前的状态 五入五期 我也特别注意热能的补充 晚上一直睡水暖床垫 宝宝最近长了湿疹 我们每日给他洗澡的时候 会兑一些淡姜汤的洗澡水里 一星期之内 皮肤就恢复了光滑和平整 也不再发红了 还为宝宝缝制了小小的红痘带背心 在他不舒服的时候给他温敷 回顾这次顺利的生产过程 对原始点的学习 给了我和家人很大的信心 感恩张医师发明了原始点 感恩旧金山的志工们 五四教授我们